刚准备出门的收到一个Felix的快递 看一下什么东西 看一下Good Art Hollywood 有蛮长段时间没跟大家更新我 上期银四合集之后的一些update 我就这一期借着Good Art的东西给大家分享一下 准备出门先晚一点再拍给大家看 这个东西我要怎么样去搭配一下 蹭到了一条 省港澳百嫖王升级到环太平洋百嫖王 感觉有点是是挺紧的 优厦百嫖王升级到环太平洋百嫖王 省港澳百嫖王 赶宁来说是最好的 感觉有点是感觉 一约可以订阅 還是喔 阿是 嘉文 喜得越来越多了 体质轪身的辅导 對於上次的銀式分享已經過了好幾年的時間了 這期間就陸陸續續購買一些不同品牌的銀式單品了 但是其實沒有做分享是想說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肯定會持續的去買 集合起來跟大家一起做一個更新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之前的銀式單品分享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這一期我應該就只是講新的 不會講舊的了 那我按照入手的先後順序以及品牌的分類 來跟大家足夠介紹 首先看一下這一串 算是我的一個代表單品吧 那其中新加入的就是這一個GOROS的金貝 這是應該在2022年年頭的時候 從一個朋友那裡入手的 因為大家知道那段時間呢 很多人手頭有點緊張 所以就開始出讓自己的一些收藏 那正好呢 朋友也似乎算我認識的 算是比較放心的 從他手裡面入手了幾件GOROS的單品 那其中一樣就是這一個金貝 湊成了我這一小串毛的 有點像三點吊的一個組合 那配合鉤輪以及這個小銀柄呢 整個看上去視覺我覺得還是比較和諧 算是更加完整的一個小套裝 這一串目前我對它組合的效果 我還算是比較滿意的 所以暫時也沒有考慮更多的升級和替換了 那這一整串其實除了新加入的金貝之外呢 其他的沒有改動啦 跟我上一次分享基本都是一樣的 那我覺得這個尺寸的毛呢 還算是比較符合我的身形 並且它的搭配效果 也不會說看起來十分的搶眼 還是比較低調好看的 同時呢也算是一個點綴 如果你是體格更大的朋友呢 你可以考慮一下尺寸更大的羽毛 我是考慮這個尺寸呢 對我的身形來講是差不多正好的 太大的毛我覺得會有點礙事 那麼同時購入的另外的Gross單品呢 還有兩個都是比較經典的單品 一個是這個平打點睛的戒指 就沒有多特別 就是很招牌的平打點睛 再一個就是這個平打的硬台手桌 也是一個非常經典的Gross單品 那麼這種類型的價格呢 其實我也不太好去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二級市場這樣的東西 都是一時一個價 所以你們要買的話 還是根據你當下的價格去做判斷 我在這裡分享價格其實沒有太多的意義 這個我也佩戴了一年多的時間 可能大家也有看到了 我在佩戴的過程中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點 不知道各位有同類型單品的朋友 有沒有發現到 硬台手桌這一個效果特別明顯 就是當陽光照射到這個手桌的起頭呢 有像手錶鏡面的反射一樣 非常耀眼的火焰般的陽光的效果 就真的像是太陽崇拜圖騰 具象化的展現在你的眼前 有點像是從宇宙的角度看日出的那種天際線的效果 非常的絕美 我現在沒有辦法去去猜測高校武郎先生 當年是怎麼想的 是有意還是無意去營造這樣的效果 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些什麼 但是這個效果在我無意中發現的時候 我還覺得挺觸動的 確實是一件非常能夠代表Goros的單品 再提醒一下各位 我這裡的分享呢 全部都是我自己的一些收藏品 然後我自己購入的一些單品的購物分享 並不是說勸各位去買 或者說是帶貨什麼的 沒有這方面的想法 大家買銀飾 最好最好 還是有機會的話實地去挑去試 很多東西在網上看圖片 跟你實際帶在你自己身上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整個氣質兼容的感覺 最好還是試戴一下 才能夠決定到底要不要買 那麼接下來看一下 來自老牌的美國銀飾 Chrome Park 克羅辛的兩樣單品 這兩樣都是中古單品 不是日常我在佩戴 所以也不是我的尺寸 但是我覺得挺好的單品 給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就是一個軟戒指 是一個非常經典的 克羅辛的十字花 但是它中間其實是有香鑽的 我不知道你在畫面上看不看得出 我盡量拍一些細節給大家看 它是有四個小十字花構成的一個軟戒指 我覺得戴起來的效果是挺好看的 並且這一款戒指 它其實是有純銀沒有香鑽的版本 然後有像各種其他顏色寶石的版本 以及有黃金香寶石的版本 就還挺多不同的配置給大家選 然後這一個算是比較 我覺得乾淨的來 但是有點細節 軟戒指 戴上手的效果大概就這樣 其實它不是很好戴 軟軟的 很好看 雙點性很強 並且它可以跟其他的戒指去做組合 因為它很細很軟 就是一個比較經典克羅辛單品 但是又沒有那麼的常見或普通 我覺得還是有點小亮點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Chromepad 也是比較經典的單品 是一個十字花的手鍊 這手鍊其實沒有太多特別的地方 我戴上就剛剛好 戴上起來的效果大概就這樣子 其實也算是挺小挺低調的單品 當然你也可以配合其他的手鐲 或者手鍊來去組合佩戴 不過這個作為日常佩戴的單品來講 它是可以不用取下來 就24x7這樣戴著的 我覺得也是挺好看的 然後像這種美銀的氧化效果 就不像日銀那麼快了 它會出場就會有一些比較深的鉤壑 是黑色的已經氧化好 但是它其他的突起的位置 可能會是隨著你佩戴 氧化效果會比較慢一些 但是它會比較均勻 我覺得這是 美加都有自己獨特的銀配方 所以它會有一個這樣的效果 那反面會有一些比較基礎的 ChromePod的一些名文和客製 就是一個比較基礎 比較百搭的經典單品 ChromePod應該算是比較好買的啦 當然各位要注意辨別一下 朋友們再過來一個呢 也是美國的銀式品牌 最近可能比較多人看得到 來自 Bewall Ladder 的一個經典的惡魔笑臉 我是選了有兩個溜金的 還有鏈子也是 Bewall 比較經典的一種粗丸鏈 鏈長大概是60 是一個全場我沒有截取任何截短的選擇 這一個我是購於Winnovus 這邊鏈條自帶了一個小的笑臉環 以及一個Bewall Ladder 縮寫字母的小吊牌 這邊是額外買的一個 鍍金的小笑臉 它其實有全金的版本 但是全金的那個笑臉 整體尺寸會大很多 我覺得小小的比較配合這個鏈子的效果 就選了這個 正面有兩個溜金 但是背面就是一個純銀的版本 不過它其實兩面的克制都很好看 如果你想反過來戴也沒有問題 鏈條呢 它是有這一個勾和環 它這個環呢就比較小一點 不過鉤子還挺舒服的 而且它這有一個小小的卡位在這裡 沒有那麼容易掉出來 並且這個或許有可能 以後再搭配一些其他的 Bewall Ladder家的款式的吊墜 更加豐富一些 但我覺得現在的效果呢 我還是挺滿意的 因為它鏈長也足夠長 可以穿在秋冬一些外套 或者說是位移外面 也是一樣很好看 我看那麼再過來一個呢 也是Bewall Ladder 然後是一個手鐲 這個手鐲呢 其實當時是VINOVEST的別注款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 17年9月份的時候 比如我去了VINOVEST的店鋪 做pop up 活動 然後當時就可以在現場 再幫你去做一些自定義 那大家知道 比如我的風格啦 非常的厚重和粗廣 整個銀式效果呢 不修邊幅的感覺 而且這個別注款呢 也是在普通的手鐲基礎上呢 它會有更多自定義的一些選項 內部也有很多一些 像小腳印啊 這種可愛的一些小敲杖 正面會有幾個區域的比較慷慨的流金 側面也有 這邊多了兩個有點像四目這個位置的流金 還有Bewall的金鉗 就整一個還算是比較含有的定制 Bewall的手鐲你可以看到 比其他家的手鐲都厚 非常非常的厚 然後這個手鐲你想要捏它也比較難 所以每次佩戴的話 基本都會把我手腕刮紅 但是戴上來的效果很好看 並且由於它開口的位置做流金呢 我可以選擇把它正帶或者反帶 都很好看 然後有時候呢 我也會心血來潮一下 跟Goros的這個平打 互相組合 然後中間用皮手環隔一下 有一種風格上的蟲狀 效果還算是比較和諧 然後也算是很適配不同風格的衣服 這一個款式的手鐲 好像你要去定制的話 也可以定到其他類似的效果 比如說中間是有一些紐紋的那個款式 它是平常有在出的 當然也一樣是要去下訂要等 不是說全部都是現貨 沒有那麼理想 因為比如我現在訂單也挺多的 很多品牌也去找人做定制 不過還算是一個我覺得挺推薦的品牌 包括Bewall他人也挺好的 之前有跟他們聊過 他除了自己敲銀式之外 他有種很多盆栽在他的工作室裡面 他對於顧客的定制需求還都挺開放的 基本上沒有說他不願意做 或者做不了的一些要求 就你想要什麼樣的效果 只要你找代理去畫圖給他 基本上都能給你做出來 就還挺慷慨的 我覺得每個人都能在他裡得到一個 非常接近自己理想化 這樣一個one of one的定制的單品 然後Bewall也有一些比較獨特的東西 就是他會有很多海象牙的雕刻 尤其他這些溜金的效果 如果你是很喜歡溜金這樣的工藝和效果的話 Bewall應該是你的首選 當然就看你自己的實力是否充沛了 OK 再來過來 老朋友啦 舊劍太郎 不過對於舊劍太郎的單品呢 之前我分享的那些 好像有幾個忘記講了 所以稍微再提一下 pop up的時候 我不是買了個閃電戒指嗎 其實當時我也有買一個 S號的雙羽仙金的戒指 然後這個戒指 由於有一段時間在家裡找不到 我以為他丟了 所以我重新又買了一個 結果後來我又找到了 所以現在就有了一對 然後變成了一個情侶戒 我日常會戴 這個戒指也算是比較舒服的 日銀的話通常都比美銀稍薄一些 並且它的成分配比會不太一樣 當然美家有自己的配方 舊劍這一個我覺得算是 薄的來硬度還比較適中的 它不會說因為太薄了 所以就容易變形什麼的 舊劍的戒指氧化效果還挺慢的 這應該19年5月份時候買的 現在也就氧化成大概這個效果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我出的汗不夠酸 總之它就還是挺亮的 那麼大家知道現在舊劍的價格 官方漲價漲了幾輪了 已經確實有點誇張了 倒不是說舊劍缺錢 而是因為它真的訂單太多做不過來 所以它在保證自己合理收入的範圍內 給自己減輕點負擔 就現在主要做的 它出名的東西更多的 還是寶石鑲嵌 各種不同的石頭 我當時在漲價之前 我正好趕上木板車了 那時候應該是22年 春節前後正好 到了兩支三號鷹 然後我就一口氣都拿下了 就是這支鷹 現在已經氧化成這個樣子了 有一些漂亮的光澤效果 然後金的部分已經出氣彩了 我覺得還挺好看的 其實大家平時看我佩戴這支鷹的次數 可能不算特別的多 並且其實之前那支鷹我現在也是比較少佩戴了 也算是氧化的很黑的 都看不出來金和銀的感覺 究竟這支會更加大一點點 可以對比一下看看 主要就是我覺得 它們在日常佩戴中會有點太過於搶眼了 實在是很難以忽略 戴了這麼大一個東西 很容易在逛街的時候被當成雲大頭 這是我不太喜歡的 所以就平時可能是更多的 會在拍攝影片當作一個穿搭的單品 來去營造一下氛圍感 但是日常出街可能會比較少戴 但也不是說我不喜歡這支鷹 我還挺喜歡它的效果 尤其就件的鷹 我覺得秀氣的來 它更有一種飾品的感覺 就沒有那麼的工藝品 或者說是民族化的那種風格 因為做營的品牌其實現在越來越多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 大家其實不必拘泥於某一個匠人 我說某一種非常有代表性的感覺 因為現在其實百花齊放 我覺得大家選擇多了是挺好的 將今年的單品的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理解 就看哪一種風格會更加契合你平時的氣質也好 然後穿搭風格也好 看你自己怎麼選 這個沒有特別的強硬的要求或者說對錯 而且我也不提倡大家盲目崇拜某一個匠人或者品牌 試著更加open一點 你會看到更多新鮮的東西的 這就是就見這支三合鷹 OK來到最後一個想要介紹的品牌 也是可能需要花費更多篇幅的品牌 前面那些其實我都買了好一陣子了 然後也不是什麼特別性的單品了 所以就稍微講比較快一些 如果有些什麼沒講清楚的地方或者還有疑問的話 你可以單目和評論再問我 接下來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我聯絡比較多的品牌 也是我目前階段比較著迷的品牌 就是Good Art Hollywood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自己購買的小單品 非常小的一個尾件 這是Good Art非常經典的單品 叫做Club Ring 你可以理解成自己人的標識 配搭它就是俱樂部的成員之一了 這個尺寸是US5.5 在官方授權和官方購買到的他們的單品 會有一個這樣的證書 一美金 上面的美金編號 正好就是證書唯一的編號 然後後面就是一些關於這個單品的信息 以及來源 簽名 就是一個反尾證書 然後我在Vidus買 他們還會給一個插飲布 煩 會裝在一個這樣的小皮帶裡面 很軟的那種 4月中的時候 Good Art他們聯繫到我說 他們最近跟一個做Customer的藝術家 有聯名的項目 想說給我一件產品 然後讓我幫他拍一些宣傳照 覺得還挺開心的一件事情 就答應下來了 大概4月尾的時候我收到了 單品就是這樣的一條東西 它是一個你可以理解成掛繩 叫做Koch Langer 然後它是跟一個藝術家 叫做Tone Customs聯名的 這藝術家他平時主頁 做一些繩結編織的定制 然後你可以找他定你想要的組合 包括掛一些什麼樣的掛件 然後具體做什麼風格什麼顏色 然後配合什麼樣的扣具等等的 我覺得他的東西還挺好看的 他平時也會在他作品裡面 運用到一些Good Art的單品 就像這一次的這個 上面這一個大的銀珠 它有大中小三個不同的 零形紋路是凸起的 然後上面有一些Good Art的特製 年份製作時間 然後型號 以及Good Art主理人 George Warner的簽名 那我前一陣子問了Good Art他們說 這個珠子為什麼我沒有在他們官網見到過 然後我只在Tone他們這邊有見到 然後他給我回答說這個珠子 基本上算是他們給Tone去生產 做的一批專門用來製作這樣繩結的裝飾珠 這是有兩個花紋的 他們官方管這一個花紋叫做GOOSEBOMM 地皮疙瘩其實我覺得更像是波羅紋 我也習慣這樣去叫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流沙紋的 就是也算是比較特別的紋路 當然這一次的他們雙方的聯名作品 都是用了這個GOOSEBOMM的花紋主去做的 總共是有兩個尺寸然後三個顏色 就是這個純黑色 然後有一條均綠色 還有一條是有點彩色的紅色 顏色上面這些小的繩結的組合 配色是不太一樣的 我覺得都挺好看的 短的那一條就比較像是手腕手 大概就只有這個一半長 我是覺得長的比較好看的 或者說使用上它會有更多的實用性 當然你可以當它手機繩 或者是拿來掛證件 偶爾牽個狗什麼的 如果你有的話 應該問題都不大 因為這種屬於攀岩的精力繩 粗度和它的受力應該是足夠的 短的那條可能更適合拿來掛鑰匙 當鑰匙掛 不過像這種奢侈品出的這些掛件呢 也別想著它有多強的實用性了 更多的還是裝飾 覺得它的整體效果很好看的 比較符合他們當下想要追求的 這種類似Urban Core Group Core的感覺 就是帶一點戶外元素 但是又是給都市人使用的一些小飾品 那麼當然受到喜歡的品牌的邀請 我也是很高興的 所以整件事情 我也是很盡心盡力去做的 那麼拍攝的過程以及結果 我簡單給大家貼一些小的影片 今晚安 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两个月左右 我也是挺enjoy这一个过程 出来的效果也是我挺喜欢的 最近也是比较着迷这样的感觉 那么相信固2那边应该也算是比较喜欢吧 所以他们在整件事情差不多完结的时候 又多给我寄一辆东西 那就是这一个 Nustle Pequeno bracelet 我不确定西班牙语念的对不对 是我喜欢了很久的手链 正好他们有出货 因为我也是同时间看到其他的代理 也有收到现货 所以就正好算是我蹭到了一条 深港澳白瓢王升级到环太平洋白瓢王 很开心 那么随着来的包裹跟刚刚那个不太一样 小的袋子变成了这种特别大的皮袋子 然后厚度也增加了一些 当然整体还是很软的那种 来的是另外一张手鞋卡 以及另外一款贴纸 很感谢固2的团队非常开心 那么由于这个手链是正礼 当然它就没有配备证书了 整个细节还是很丰富的 每一个链条上都会有 Good和Art分别的一些刻字 Art的环它就只有Art 两面都是Art 然后Good也是两面只有Good 它会这样穿插着来 你从不同的角度看 它都能连成GoodArt 整条链子他们制作也是挺费心的 虽然说现在单独的一个环 基本上都可以套模具去注农出来 但是每一个焊接以及打磨 还是要人手来参与 虽然说我是蹭到了 他们正好要出货这个时机 但是我也等了大概是三周左右 他们整个制作周期还是挺长的 这款手链一共是有三个粗细度 最细的叫做Bikinio Amarno 那我这一条是中间的粗细度就是Nustle Bikinio 最粗的就叫做Gordon 它除了三粗细度的选择之外 还有不同的纹路 有一个是全部Goosebumps的纹路 那另外其实它这一款还有22k斤的版本 然后手链跟项链是都有 所以选择还是蛮多的 这一款也算是我觉得比较好看比较百搭的 他们这一个链子的扣子 我觉得还挺特别 重点看一下 这位置有一个小小的隆起 在钩环的这个位置勾住的是链条的末端 另外一边的这一个环 然后整个链子的受力的均匀程度 以及它稳固程度我觉得都还不错 戴上的舒适性也挺好的 并且他们家单品的分量真的都很重 这样一条链子大概有30克的重量 戴在手上经常就是直接往后掉 包括这一个小的Club Ring戒指也是挺重的 我也找我朋友借了一些它的Guard 单品给大家展示一下 因为我手里Guard确实不太多 来看一下一个比较经典的单品 就是这一条古巴链 它的型号是No.10 然后这个粗细度是2A 现在这条链子目前是没有在生产的了 新版本的这条链子换了扣子 就不再是这种龙虾扣了 我是觉得这个扣子会更加好看 也更加有装饰感 2A我上手的效果大概就是这样 最粗应该算是B 然后过来是A 然后2A 3A 4A 就A越多就越细这样子 如果你不习惯戴手表的话呢 戴一个这个远远看也有点手表的那种感觉 包括它整一个重量最少的程度 以及它在视觉上的分量感都挺足的 现在看到效果呢 这一条应该是已经氧化到一定程度的 可能你们看起来还是挺亮的 但比起全新的单品来讲呢 它已经算是比较黑的了 尤其是每一个链之间的连接的位置 显得更加黑一些 然后整体戴上手的效果呢 大概就这样子 我觉得是挺好看 装饰感非常强的一个单品 存在感非常强 所以跟它能搭配的其他手链呢 就必须是小一点细一点 戴过来两个呢也是戒指的款式啊 有一个跟我手上的一样 也是Club Ring 不过它尺寸更大一些 这个应该是M Size的 我手上这个是S Size S和M和L每一个尺码中间 也有大概10个左右不同的Size S大概从3.5到9号 然后M是9.5到几这样子 具体对应什么码数 你再去看你想要买的什么尺寸 这个最好还是要试一下 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细节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内部会有很多他们官方的一些数据 比方说925是材质啦 然后有一些日期 他们官方的名文隐藏很深很深的地方 有这一个款式诞生的年份 以及主理人George Warner的一些 签名克制 这一个戒指 它叫做Flipped Tip Tip Ring 它的前面这个小方块是可以翻转的 一面是经典的Logo 另一面是光滑 什么都没有 你可以按你自己想要的心情来佩戴 他们有另外一个图案 是那个流沙纹 我觉得也还OK 并且这个纹路上 它是有两条金色的纹路 当然看你自己是否喜欢这个效果 这个戒指的分量 是我今天分享的戒指里面 最重最大的这个了 非常夸张 你在视觉上就很难忽略它的存在 略略强迫症 手里一定要把玩点东西的话 你可以考虑它 因为它有点像指尖陀螺的感觉 你可以把它取下来 一直这样翻它 算是某种解压治愈的渠道吧 上手效果大概就这样 那说到这里 又要记住这个神器了 早年今天大家分享过的 戒指测量器 当然我这一串呢 是港码以及周长的参数 如果你要换算成美码的话 你需要这样的一张图表 我就贴在这里大家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或者说你随便上网找找 都找到这个很简单 想戴哪个手指你就测试一下 测试到差不多 你觉得舒服 不要太紧不要太刚好 你要考虑到冬天夏天 热胀冷蔻这个问题 尽量大0.5或者是1这样子 隔空购买来讲 这样是比较准确的测量的模式和参考 如果你是实体店购买 那就最好了 你能实际施带 这样是比较稳的 但实体店有不好的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要买现货 就只能是店里有什么 你就买什么 你能带上哪只手指 你就带走它 都带不上的话 要么就等啊 给钱订货 要么就算了 你自己去别的渠道再买 所以这个也是有好有不好吧 大家自己在购买的时候 多渠道都了解一下 郭尔这个品牌 90年的时候诞生的 30多年到现在 不算特别年轻 但是也有一定的年份了 主理人George Warner 他是一个脑洞挺大的家伙 我觉得 郭尔这个品牌创立到现在 他也是没有什么过多的官方宣传 他的态度还算是比较高冷的那种感觉 包括很多明星佩戴 他也算是一个自来水的宣传效应 他们品牌创立到现在 其实也不止说在做传统的手势 这么简单或者说这么无聊 会有更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包括服饰他们最近也有在推出 一些coach jacket 一些黄袖短袖T帽子等等 然后有一些奇怪的东西 我可以贴一些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先不说他试什么 你可以猜猜看 都还挺有意思 我觉得是有创意的来 也是有那么一丁点的实用性 但整体还是一个奢侈品的调调 还是那句话 各位按需购买 银式这东西真的不是钢需品好吗 一定要调到你自己喜欢满意 甚至合演员的 最好是能够施戴一下 然后再去考虑跟你自己的日常穿搭是否搭得上 跟你自己的气质是否相符 真的不要头脑一热就盲目下胆 关于这购买渠道的话 其实我很方便的 因为Binepress离我比较近的话 我一般都选他购买了 如果是你要线下条的话 最好你看一下品牌他们官网 应该是有列出来他的授权代理 一些在什么城市 那你在官方看到离你最近的那一家 你直接去看看就好了 来路不明的话 大家还是提防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不要来找我鉴定 我没有鉴定的资格 好吧 我只是提供我自己的一些购买经验 以及渠道分享给各位 都是我自己经历过 我自己觉得OK靠谱的 我才会拿出来说 不懂的我也不会去跟大家讲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单品 大概就这些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购买的一些单品 有从官方代理店买的 有一些也是来自官方的 然后少部分是跟朋友们借来 跟大家一起展示一下 尽量让这个影片内的内容 会更加丰富一些 尽量给大家购买的时候 也多一些参考信 不知道我以上分享的这些单品 你会最喜欢哪一样 或者说你更喜欢的风格 或是哪一个品牌 欢迎大家踊跃分享一下 那如果你自己有你喜欢的品牌 以及单品呢 也欢迎你分享给我 有机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做Part 3的分享 我觉得能够跟自己喜欢的品牌 达成合作这样的机会 并且跟大家分享出来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也是很开心的 今天大概就是这些内容了 那么希望你看得开心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好吗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 一定要点下订阅了 我是ROCK 我们下次再见吧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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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